日前,美国和伊朗围绕驻中东邮轮逆袭事件在起波兰,在美军宣布向四方海域派出军舰和飞机,进行调查之后,伊朗方面则警告,这可能是美国对该国动武的导火索。 据悉之前一直在阿曼海域游异的林肯号航母,已经进入一级战备,全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,而两艘宙斯顿驱逐舰,也已经抵达海峡入口,为美航母的到来打前站。 而讯息人士透露,白宫方面已经下令,在遭遇突发情况,有必要时将果断开火。 联合国方面,则呼吁各方保持克制,而在美军蓝室汹汹之时,伊朗军方也迅速反应,出动了大批美制F-14和F-4战斗机。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成群截队飞跃,据悉这些战机,携带着伊朗研发的国产反舰导弹。 针对的目标显然是美航母战斗群。 据悉,美军方对于伊朗的F-14战机十分忌惮,虽然这是一款已经服役了40多年的战机, 但是军事专家认为,F-14战机,是世界上最经典的一款可变后略异的战机。 无论颜值还是战力都曾是首屈一指。 美军自己的F-14战机,已经在2006年前面退役。 但是对于伊朗来说,这款战机依旧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先进战机。 毕竟美伊之间的科技力量,是不能够划等号的。 但是令人惊讶的就是,这款战机已经达到了40余年的高龄。 伊朗竟然能够维护得如此好。 现在美伊关系如此紧张,为何当时伊朗能拿到美国从不外销的F-14? 其实在巴列维王朝时期,美伊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。 但是这样的关系,没有维持多久,伊朗就推翻了巴列维王朝。 美伊之间的关系,从此就进入了对立状态。 并且美国在F-14全面退役以后,把所有的战机全部摧毁。 防止伊朗从这些战机中,得到维修所需要的零部件。 但是伊朗虽然失去了美国的帮助。 但是并没有放弃这款战机。 反而是一直使用到了现在。 不仅如此。 伊朗现在也可以对这款战机进行自行修理。 甚至于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,伊方已经将F-14的火控编码,进行重新设定。 因为此前从美国购买的不死鸟导弹,已经使用完了。 因此现在看到的熊猫战机上搭载的是227空空导弹具和国产反舰导弹。 在此次美伊再次剑拔弩张之际,伊朗的熊猫战机也再度出手。 这些战机还能够撑多久不得而知。 但可以肯定的是,一旦美伊战争爆发的话,F-14依旧是伊朗空军最有威胁的一张牌。 虽然在整体效能上,不及美金五代机。 但是考虑到战场就在伊朗本土和周边空域。 这种再大量大的重型战机,依旧有用武之地。 尤其是面对闯入波斯湾的美航母战斗群。 伊朗如果同时出动大批F-14战机发动饱和攻击的话,还是有很大希望重创美国航母的。